你真的可以感覺到 他們就是很大 然後很豪華 可是它給人的感覺是你有親近感 在這裡面就是很優勢 很舒服 我們看到了前面的賈山 賈山 你會感覺到它像國畫一樣 橫看成林 側成風 大屯山是漳州人的地板 觀音山是泉州人的地板 所以它希望族群融合就大觀 它不只讓兩邊的人馬可以聚集在一起 然後名詞上也做了一個 對 有一個結合 和平的狀態 對 然後再來一個弦音更開心的 大觀大觀嘛 讀書嘛可以當大觀 在街雲市有前台灣No.1的木雕師傅 陳映斌大師 他有做一個著景 他是用木頭用卡榫的方式把它頂起來 以照平常的著景的技術的話 這邊就是比較精彩 版橋地區過去是平埔族五勞灣社與百階社的設地 清朝康熙年間開始有漢人入肯 隨著移入人口見多 碎成百階堡 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聚落 俠地遍及今日板橋區 中和區及新中區的一部分土地 我們如果要談板橋的話 應該是先從南宰西開始來談這樣子 因為這世界上主要的城市 基本上都是依靠著河而形成的 那我們板橋的行程其實就是從南宰西開始 那南宰西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才叫它南宰西或南宰口 可是我們在做口述歷史訪談的時候 大部分的老人家都叫南宰西叫那麽幹 就是說它在老人家的那個印象裡面 它不只是一條河或是一條溪 它其實在老人家的印象 它其實是一個港口的意象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南宰西 就會覺得它像個湊水溝 其實它不會想像出以前 它曾經是一個港口 那我們在史料上也有記載 它甚至可以停靠素食燒的榮客船 在那邊上貨下貨 有了拉麥幹之後 然後它就沿著那個拉麥就是河岸 所謂拉麥就有點爛泥巴的那個意思 然後它就走上來 然後經過公館溝 經過一個二板橋 是一個算是蠻簡便的一個木板橋 於是板橋這個地名 大概就是 就愛你要去哪裡 我會去房屋頭 就是我從南宰起來 然後經過板橋 然後到了板橋另外一頭 那一頭有一個很小的一個小街 那個算是小街市 那以前叫星星街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板橋的立體停車場旁邊 就算我們要買東西啊 或是說上船休息啊 或是下貨 基本上就會到星星街那附近 那也就是那一條街 我們常稱它為板橋第一街 那板橋這個地名的 我們現在其實是在念板橋嘛 可是最早我們在念台語發現它不是板子的板 其實是方 板橋 就是一個木在一個那個方法的方 板橋 那最早其實我們在看文獻它在寫這個地名 都叫板橋頭 或是板橋頭雞 板橋頭那個雞 那到什麼時候才變成板橋呢 就是到了日治時期 台灣各地名雅化了 那板橋 這個從日文來念 Bokyo Bokyo它有妄想的意思 有點悲傷 然後它覺得這個對我們地方的發展好像沒有那麼有生氣 然後它就從那裡找一個地名 就是東京旁邊有一個區叫做板橋區 它就把那個板橋的地名直接換來板橋這個地方 最早來開墾的其實是有好幾個家族 但是比較有規模的 我比較提的就是林秀駿家族 就是林秀駿家族 那其實林秀駿家族到現在都還非常兴旺的存在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板橋開墾了大鞍駿 基本上板橋就是因為林秀駿家族他們開墾了大鞍駿 所以農業社會就更成熟了 而且有更穩定的那個水源的那個來源 那林秀駿開墾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就是說因緣機會他就把這個水泉賣給了林本源家族 所以說先有林秀駿家族才有林本源家族 板橋那時候張權蟹鬥其實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板橋人這附近有一群以漳州人為主的幾個家族 他們就邀請林本源搬來這邊住 然後林本源家族來這邊看 這邊地勢非常好 這裡的地勢相對是比較高的 就算台北市都已經煙成糊了 那這一塊地都還在陸地上面 所以它相對是比較乾爽 所以林本源家族來這裡看這個地勢覺得是還不錯的地勢 而且它有和運之變 你現在去林家花園 基本上你只要站高一點的地方 是可以直接看到南仔溪 像船進港的沒有 船出港的沒有 船下好了沒有 就是基本上你站高一點是可以看得到 那這也是後來板橋城蓋起來的原因 因為到了蓋板橋城的時候 就是張權蟹鬥最厲害的時候 不然不會是花那麼大的金錢然後來蓋板橋城 而且在那時候蓋城牆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基本上在皇帝那邊如果知道你要蓋城牆 你要有很正當的理由 不然它就會把你認為你可能要謀反的事情這樣子 放橋城其實就是林本源家族跟板橋的一些士生一起出錢蓋 當然是以林本源家族為主導 可是就是其實也是結合各地的那個資源 一起來蓋這個城這樣子 但是你從這個城的那個範圍來看 其實光是林下的私人住宅就佔了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二就是其他的住家或市集這樣子 然後它的範圍有二分之一是用公管溝去圍的 我們常常說公管溝就是板橋城的護城河 然後另外一邊又有大鞍駿有一小段是大鞍駿 所以說我們板橋城差不多五分之四是被這個駿道所包圍的 可是你現在看得到公管溝的話基本上看不到 有一段已經被建成馬路了就是現在的西門路 甚至就是我們板橋這個地名由來那個板橋那一段 現在也變成馬路了就在街運寺旁邊 那我們今天要拜訪的這個家族咧 如果那個時候有副比式排名的話 他們絕對可以進訪的 那再以現在的方式形容 他們住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地堡 而且還不只移動喔 現在就跟著我 我們去看一下他們的園子裡面 有哪一些漂亮厲害 然後又讓人嘆為觀止的地方 我想要來介紹我們板橋鄰家花園的主人 來到板橋定居所建造的第一棟單位房子 百年的房子了 對 超過百年啦 有減年 有燕尾籍 象徵著富豪的一個地位的鄰家主廚 以前要蓋這個燕尾籍的建築 這幅的主人必須要有 具有官方身分才能夠建造這種房子 不是你有錢就可以蓋 對 山洛大座位在過去方橋市街西北角地 是較高之地 宅地坐東南朝西北 前有溪流環繞 當時可以乘小舟直達淡水河 遠可眺望廣寧山與林口台地 剛剛老師有說它是一個山洛的大戰 對 山洛這個意思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山洛的話 古式的建築它有橫向有直向 那橫向的話就是一洛一排 兩排三排這個樣子 就是說從大門進去 我們一直往裡面走 一直往裡面走 都對 它有切成有左右兩側有護龍 那在橫向的話也一洛 然後第二洛第三洛 它還有一種是五洛式的 以前我們板橋不單只有這座山洛大座 還有一棟是五洛大座 也是林家的 也是林家的 它就在我們背後的那個高樓大廈的那個部分 但是因為它拆除了這個樣子 在過去的林家花園 它們的總面積大概多少 總面積有17000多坪 將近六甲地 那現在我們保留看到的山洛主廚 包括我們的花園才只有三分之一 就是以前的五洛的部分 佔了三分之二的面積這個樣子 在那個時候 他們整個林家 有多少人住在這裡 這棟以前形容它怎麼形容 大錯九包五三洛百二門 五十幾個房間 那五洛裡面 你看雙倍的幾倍 你可以想而知 就有多少人居住在裡頭 俗話說 大錯九包五三洛百二門 就是說正堂有九開間 門廳有五開間 前後三進 門樁共有120個的意思 一般而言 大宅院的第一進為門屋 可停放轎子 兩側公門房和圖役居住 大門進來的空地為外城 用來曝曬農作物 第二進是廳堂 和院內的空地為內城 是婦女做家事或家人閒聊的地方 第三進為私室或閒房 是女眷活動的空間 一般人不得隨意進入 因為我知道他們從第一代過來的時候 就直接從商 然後很快速的就致富 那老師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那時候他們致富的原因 和他們賣什麼東西的嗎 讓大家知道一下 主人第一代的主人運營 他是從事教職 就是當私俗老師 私俗可以來就致富 不知道是沒有 是後來隔幾年 他帶了一個兒子 叫平鴻 然後去珍古香港 去學賣米這方面的技巧 那因為賣米要支付的話 必須要有他的通商之道 也因為林家主人碰到好時機這種情形 所謂的好時機就是怎麼樣 經歷了戰亂 或者是看災水災 當時我們台灣就發生了 林爽文世界這種情形 所以物價飆升 物價飆升 結果他們就賺進了第一斗金 那因為他們也懂得善用人際關係 也因為他們有加上官方的身分 不單只有賣米還合辦了鹽物 以前的那個時代要賣鹽賣什麼東西 就要具有一點官方的身分的話 才好做生意 林爽文事件是台灣清治時期的三大名店之一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 以七七三年隨其父親渡海來臺 定居彰化縣大理易莊 以七八四年加入天地會 之後成為彰化天地會首領 以七八六年發動林爽文事件 因釀成張權蟹鬥及閩月蟹鬥而失敗 於七八八年被捕 遭清政府與北京審訊判決林池處死 我要讓你們看看林家花園的特色 四大漏窗 用四種花果象徵 葫蘆壽喜 有沒有妙道了呢 桃子 還有 鳳梨啊 那不是鳳梨喔 我們目前在施工 那個福氣在角落是福瓜 柚子都可以說的 鹿呢 鹿子的就是呢 我們的南瓜 台語說叫做金粿 就是錢很多意思 瘦頭呢 應該不用介紹了嘛對不對 但是背後那個瓜果 就特別要來介紹它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誤認為鳳梨的這位 對 它是喜氣洋洋 我們吃就是吃它 果子裡的子 釋迦 對不對 代表多子多孫 欸 欸 好啦 我就直接把謎題給透露 石榴 石榴 對啦 有沒有 因為為什麼說石榴 石榴我們都是吃它的子 對 代表著多子多孫多福氣 所以呢 這四個漏窗 代表著林家花園的葫蘆壽喜 還有呢 這個牆有沒有 就像一本書 就像打開的折月 多讀書 多開卷有益 還有底下的這個窗戶也很特別喔 這個竹子 這個竹子 象徵的節節高深 還有呢 竹子裡邊它的心都是怎麼樣子 空心的 就是要虛心情意 在古時候的建築 你看它多用心 世界好多 而且每個地方都是藝術品 對 而且我們來到這個庭園這邊 你會注意到有很多 過去大戶人家 他們庭園裡會有出現的東西 就是水缸 那你知道喔 這個水缸放在這裡 它有什麼意義嗎 你知道嗎 防災 所謂的防災你指的是 火災 火災就火 對以前沒有相信這樣的消亡設施 會擺在這裡邊 會癢癢 魚 而且呢有蓮花 年年有餘 主人為了這座花園 他整整規劃了40年 從林家主人來到板橋 構設了山洛大廚之後呢 他就想要蓋一座花園 為了這座花園 林家主人花了非常多的心 然後五年才把它蓋完成的 花了45年才整個完成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這邊前面看到的 就純粹是個庭園 但是它前面有一個有點像 酒瓶子的 酒瓶子 有啊 你沒看到嗎 就是前面的這座酒瓶子有沒有 它叫做海棠池 那仔細看呢 像酒瓶子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希望能夠大家久久平安 難怪他花45年 他想什麼 幹什麼 並不是一七顆層 對 可是我這樣看 我以為它是我們俗稱那種 就大宅前面的半月池 不是嗎 不是不是 我們的半月池是在林家 山洛大廚的前方 那個池在台灣已經少見 絕對可以說是 獨一無二的大面積 其實在北台灣呢 這裡的林家是屬於張州 他們是從福建張州虎白石堡 龍溪縣 遷移到台灣 那我們板橋的林家花園的 一牆之隔是泉州人 那當時呢 北台灣發生了張權卸鬥 林家就是怕有泉州人攻打 所以一進來的話 一定會第一個面臨就是 半月池的這個設計 防禦 防禦 所以是個類似護城河的概念 對對對 清治時期的台灣 祖籍福建的泉州人與張州人 不時因為土地爭奪 灌溉水源和建屋蓋廟等力 已糾紛發生武裝衝突 加上官生操弄 彼此之間的心結越加擴大 蟹鬥事件不斷 這麼大是當然有防禦的功效 但是它還有沒有其他的意義 其實還有意義喔 林家是大戶 他以前是靠收租 收田租 林家主人呢 賣名起家嘛 那因為呢 他們為了賣名 也收購非常多的田地 然後租人給電農去耕種 那一年台灣收割有兩期嘛 那收割的時候 遠地的人不可能把稻谷可以這麼遠來交租 所以呢會當下就變賣 然後換了現金 然後再交回到林家主人 大家都知道以前的錢幣 都是原方的 中間四方形的一個洞洞 叫做林安銀 那總是會髒 以前呢就把這些髒的錢幣呢 會在這個半月池裡面 清洗清洗 可是不是不法的洗錢 是真正的洗錢這種清洗 真的是名義上的洗錢 洗錢 然後呢就在廣場裡面一定會曬乾啊 過去別人那個廣場都拿來曬故事 你拿來曬錢 但是曬錢 在這種陽光下走進來 那邊說什麼什麼 對 台北城是有許多地方士生 出錢出力蓋成的 其中最有錢的就是板橋林家 林家本籍福建漳州 與當時盤踞在蒙甲的泉州人 格格不入 可是林家若要從板橋到台北城的話 最近的路線就是必須經過蒙甲 再從西門入城 但每次進出城都要看仇人臉色 不是誰都願意的事 於是林家自己捐錢 在台北城的西南角蓋了小南門 不必接到蒙甲 就可以從這裡直接進出城 避免冤家路窄的事情發生 小南門取名為重西門 有盛世新龍光輝普照的意思 這個詞有來頭的喔 它叫做龍映大池 龍映頭好帥的名字 這個詞以前可以划船的喔 在家裡划船 你知道它的渡船頭在哪裡嗎 渡船頭就在我們的眼前 直接下去 船就在這個空間裡頭 就划到那邊去再划回來 就悠遊自在的 當你划船了還可以做什麼工作 還可以上甲山有沒有 游山玩水 這就是我們林家花園以前的特色 就是一種想要旅遊 不用出家門不用出國去 在家裡就可以做這一切 其實真的蠻難想像過去有錢人家 在想什麼的 這座花園你知道花多少銀糧去蓋的嗎 這座花園是全部 就這一座林家花園 多少多少 當時將近六十萬兩耶 因為我自己喜歡歷史 我有稍微查了一下 大概清朝那時候的銀糧換算 給我一點誰我算一下 我記得那時候 清中期到後期 一兩銀子啦 大概換算成現在台幣 估計是一千台幣 六十萬兩 就差不多六億啊 不只六億再十倍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待會再逛到花園的全部你就知道 為什麼呢 花園的工 時間 材質 以前都是從大陸坐船來的耶 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的耶 所以還不能單單只看那個帳面上那個數字 還有它的價值啊 時間 所以這蓋車花了六十億左右 以前在台北城這樣子只花二十萬兩 人家花園市花了六十萬兩 都講到這我就想問 那時候花了這麼大一筆錢 蓋了這麼大的一個領家花園 當初一開始出來 剛剛講到可能是防禦啊什麼 但是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筆錢 蓋一個這麼大一個範圍啊 在經商之後呢賺到錢 然後他也得到官方的一個身份 那常常有跟大陸官方有來往互動嘛 既然有賓客來了 要有吃要有住嘛 所以呢才會有來清閣居住的地方 那在花園裡面可以享受到什麼靜態的欣賞 有可以聽戲曲啊歌啊 然後布袋戲啊 當然賓客來到這裡不會有什麼無聊的狀況 人家主人為了要呈現他好客之道 曾經每一年都在我們人家花園辦局花展了 尤其在過年期間 在過去那個年代在自己家裡面辦展覽 對 辦花展覽邀請文人墨客來一起跟他們共享 曾經主人呢寫過一幅的對聯 老屋三間竹鼻風舞 黃華伴母與我周旋 表示主人的好客之道 這是林家第五代的主人爾嘉先生所提的 現在我們在這個榮英大志附近 還有哪些特別的地方可以幫我們介紹 遠看我們看到了前面的什麼 甲山 甲山 對 這甲山跟過去看到的不太一樣 規模比較大 你有沒有感覺到它像國畫一樣 四層相似的感覺 四層相似的感覺 那種國畫給我們的意境裡面 有橫看成林 側層風 這麼樣的美感在 有沒有感受到 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一些 宅地裡面他們的甲山 就是找了一個大石頭來丟在那邊 但是它裡面完全不行 它是丟過的 對 那旁邊還看到很多亭子 是 昨邊有一個亭子就很特別了 好 有沒有看到兩個亭子疊在一起 對 其他都不是這樣 它叫疊亭 疊在一起 但是它有一個街 叫孝子街 因為以前的亭源建構裡邊 不像現在都有考量到安全 以前的階梯非常高 長輩要到那邊的話 晚輩一定要去做殘服的工作 所以取名又叫做孝子街 來 帥哥 我來看看您是 您家的公子還是長公 我覺得我是長公 我這只想這樣做 以前這張椅子它叫做美人靠 您家的夫人小姐來 做的話要有美美的做事 我想像一下 就是那個畫面中 他們都是側身 而且要做什麼 女生要做什麼 做幾分 七分 三分 做三分有沒有 只有這喔 對 而且要二奴多姿 靠你的腰力了 對 我來做做看好不好 來 以前二奴多姿的 您家夫人要有做姿 對 謝謝的 靠什麼 靠這份的腰力有沒有 然後呢 這樣子來欣賞景致 據傳 美人靠是春秋時期 吳王夫差專門為西施所設 也叫飛來椅 吳王靠 是一種下設條凳 上連靠籃的建築 古代女子炮頭露面 是不被允許的 活動場所極為有限 寂寞無聊時 只能平籃記憶 遙望外面的世界 故雅稱此以為美人靠 我們可以看到一座白色的亭子 塔 像塔這樣子 有點像塔 你有沒有在拜拜的習慣 就是燒紫錢 燒紫錢 你會不會想到說 是不是燒紫錢的亭子有沒有 其實呢 它並不是在燒紫錢用的 對啊 很突兀耶 很多的遊客都在問說 林家花園既非廟又非事業 沒有拜拜的空間 為什麼會設一個燒紫錢的亭子 那倒是大錯特錯的想法 因為林家主人他們很喜歡 比較靜態的休閒 所以以前他們有請為兩位首席老師 來教他們做什麼 娛樂 就是畫國畫 寫書畫 可是不會一切刻成 每一張都完成 那畫壞的紙張寫壞的紙張 累積到有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要怎麼樣子 挑個黃道吉日拿來這裡焚燒 它叫做靜之亭又叫習之亭 靜靜堂取名字大學 定兒後能靜 為原中佔地最廣的建築物 自和院的外觀有些像住宅 兩側圍牆使用八角花磚砌砌 牆上有蝴蝶及蝙蝠的漏窗 代表賜蝠 前後鏡之間均以亭相連 兩廊不射門窗直接面向天井 是當時鄰家招待賓客 舉行盛大宴會的場所 約可容納一百多人用餐 老師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它叫做月波水蟹 好漂亮的名字喔 好有詩情畫意對不對 而且它這邊還有一種樓梯可以上樓 這個階梯有來同 它的俗稱叫什麼你知道嗎 它叫做涉及而上 也是一種隱喻 對 它的意識呢是步步高深 你們看到這道牆 它是有意識的喔 它是一個字的代表 一個字 對啊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什麼字 從第一筆畫到收尾沒有斷過 它就是俗稱的壽字 萬字不斷有沒有 就是祝福延伸 吃肉魚有沒有 延年益壽的意思 那這棟房子的用意呢 它是屬於雙齡式的一個建築 是提供給林家的賓客 用完餐之後呢 要來這裡做什麼 來這裡泡茶 光是接待客人 就有好多不同的地方 對啊 所以你看有亭台樓閣線 每一個地方它的功能性是不同的這種情況 對啊 其實這樣走進來 這個花園裡面這樣逛一逛之後 你會越來越佩服這個林家 就除了很多細節 然後他們招待賓客的一些用心 對 還有就是 你會看得出他們雖然是大戶人家 但是他們對這附近的整個地區建設 或是發展是有很大幫助的 對 雖然林家並不是從大陸來到台灣 就選擇的板橋 他們經歷過在新莊 再遷移到大溪 最後在西元1850年第三代的主人 來到板橋選擇定居 帶動了整個板橋這裡的商機 也帶動了這裡的教育風氣 今天板橋會這麼歡榮 應該感謝的就是林家主人 但是剛剛又說到了 林家林家林本園園底 這林本園是他們林家的地 子代從人 其實很多人都誤以為林本園是一個人 那是大錯大錯 他指的是林家蓋三落大錯的第三代主人 兩個兄弟的合成 當時三代的主人總共有五個 那另外的三個是收養的 那林家真正的血脈 老三跟老五 就是所謂的林國華先生 林國芳先生 然後呢以前做生意讀他們的唐號 就用飲水本師園來代表這五個兄弟 那因為他們為了紀念林家三落大錯 是他們兩個兄弟合幹 所以把兩個兄弟合成 取名叫林本園園底 林本園家族從林平侯的時代開始崛起 不斷的累積財富擴大家族事業 飲水本師園 雖然不是他們家族正式的家訓 但是林平侯無非就是希望自己的後世子孫 可以繼續的追本溯源 除了要光宗耀族以外 同時也要兼顧 投身地方公益 參與國家事務 現在我們在板橋這個地方 還是可以看到很多林家當時留下來的 扇形之物或是古蹟 所以呢現在就繼續跟著我 一起去探訪老板橋的歷史軌跡吧 林長請問為什麼會有大觀異學呢 追溯到之前我們在1859年的時候 張權蟹豆 那張權蟹豆跟我們板橋的望族林本源家族有關係 他們是張州人 那因為張權蟹豆的關係 他為了要讓族群融合 所以呢林維園林維園讓他們把他的一個妹妹 嫁給泉州的舉人莊政 那他既然是舉人 是讀書人 讀書人 所以來教小朋友 教大人 讓張權的子弟來這邊念書 那吟詩作對 用文化的力量來化解這個族群的紛爭 因為現在在我們站的這個位置 左手邊看過去就是 林家花園 對 林家花園 那邊是張州人 對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右手邊這邊就是泉州人的地盤 不不不 這個地方都是張州人 這一區都是張州人 對 但是他會讓泉州人可以到 張州人的地盤裡面來讀書 對 對 這真的是很不容易 其實大觀書社是在1863年的時候 結果他覺得這個效果不錯 所以在1873年的時候 在大觀書社的這個單位裡面 再設一個大觀一選 讓所有的那些張權的 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人 都可以來這邊來這邊讀書 而且公印住的 公印讀書免費的 哇 真不容易 以前的世俗變得一個更完整版的 對 還有就是大觀這兩個字 是怎麼來這兩個字 這個意義是什麼 那他會把它叫做大觀 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這邊是面對著大屯山跟觀音山 那大屯山是張州人的地盤 觀音山是泉州人的地盤 所以他希望族群融合就大觀 他不只讓兩邊的人馬 可以聚集在一起 然後名字上也做了一個 兩邊的融合 對啊 有一個結合 和平的狀態 對 然後再來一個 諧音更開心的 大觀大觀嘛 讀書嘛 可以當大觀 沒有想到這個 對齁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後面 這個就是當時他們所有人 在這邊讀書的一個地方 對 可是那個時候他是一個宿舍 是一個像學校這個樣子 是 但是我知道現在 他變成是一個 算有點像祭司中心了 是 信仰中心 對 那門口就可以直接看到是 是像是孔子 是 那旁邊寫著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 所以裡面都有祭司 裡面都有祭司 因為很少像這樣子 這兩位 祭司在同一個地方 對 其實這個地方最早 我們他還沒有來做大觀宿舍之前 在我們當地人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土生土壤的板橋這邊的人 對 我們在當地人 我們都叫做文昌池 文昌池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他還沒有出社的時候 我們是叫做文昌池 而且那時候 台北縣政府的時候 這個地方 他是弄那個圖書館 我們小時候都在這邊讀書 這個地方還沒有整理 這地方還沒有整理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當地人都叫做文昌池 文昌池 為什麼會變成孔子廟 對 是因為民國52年的時候 我們不是大陸那邊有文革嗎 對 批孔陽晴嗎 沒錯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來個怎麼樣 互信中華文化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就從大龍頭 孔票那個地方 然後就接著孔子分林過來 所以52年的時候就過來 那59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祭典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 歷代皇帝每年都會祭孔 規模也逐步提升 在明清時期打到巔峰 被稱為國之大典 清代替法義服後 順治帝定督北京 在京師國子間立文廟 內有大成殿 專門舉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 並遵孔子為大臣至聖文宣仙師 這個建築有什麼特別特色嗎 因為當時林家他們蓋的吧 是 對 所以應該跟他們自己家裡面的 也有一些關聯那種設計 就是說按照我們就是 平常寺廟的建築 那所以它這邊也有很精彩的 有一些大師的作品在這邊 我們上面這邊就是有一個 像正極的地方 這個平常是翹集嘛 我們那個就叫燕尾集 對 現在剛好燕子來的時候 為什麼叫燕尾集 因為燕子的尾巴就是剛好這樣岔開 所以那邊就是燕尾集 這裡面建築很多細節都很有特色 是 其實它這邊的細節 它完全就按照我們傳統的工法做 比如說它如果是石雕當然沒問題 但是呢如果說是木雕的話 它完全都是不用釘子 都是用卡榫的 榫跟末 所以 對… 榫末技術所以有個很美的名字 叫做子子之手與子偕老 因為它是一個凹槽一個凸槽啊 所以兩個手牽手啊 像這樣子 對… 我久沒聽過這個講法耶 對… 好浪漫喔 對…所以像我們這個地方 它這邊有一個瓜桶 那這邊也有瓜桶 那這個瓜桶呢 它如果是在空涼的上面 是在一半的地方 我們就叫做麗瓜 或者叫做奇瓜 如果整個包起來 就像我們把它穿過去 那這個就叫做縮瓜 可是它就不用釘子 它中間就是有卡榫 也是以用榫根膜的原理把它卡住 像這個柱子的話 它是用縮住 太公縮的縮 中間是比較胖 你給它看 對… 中間是比較胖 對… 這就是他們傳統的工法 都是用縮住 對… 而且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是用那個木頭的時候 它是要用披麻做灰 披麻做灰就是說 我們一個木頭它本身 它沒有很平滑嘛 對不對…一定有毛細口把它動 所以呢它要把它先磨平以後 然後再用麻布包起來 然後再把它灰再把它抹平 抹平了以後才開始油漆 聽了我都累了 對… 還有更累的在看這個地方 真的假的… 你看這個是藤枯 這有作用 它是把它穩固住 都有穩固的作用喔 可能也不要讓它熱脹冷縮啊 或是變化 對… 所以它是疼的 接受它的… 對… 像我們這個城中木谷 左青龍右白虎 所以中在這邊 對… 谷在這邊 對… 這個是一定的 我們這邊的木構建築的話 當然我們的史料上面是沒有記載 那如果說以當時的年代 應該由我們的陳英斌大師 來做這個木雕 但我們只能說是猜測 因為它沒有落塊 那…但是以當時林家的財力 他絕對請得起當時的大師 最強 陳英斌又稱賓司 台灣知名大木將師 承繼了張派的大木做技術 為兵派之組 我們的記事齁 其實它的特別就是說 它裡面記事的 是有蠻多位我們的先人的 那個牌匯在那邊 除了孔子以外 文昌帝君以外 還有哪幾位呢 喔 還有自治先師 就是昌劫 還有聯絡官民五夫子 五夫子 那那個聯呢 就是聯西縣的周敦營 洛就是洛陽的陳穎成浩 那官就是陝西的張宅 那銘就是福建的朱西 所以他說聯絡官民 雖然是四個 但是是五夫子 其實就是過去的文人的象徵 都在這兒 都在這裡面 不過現在在這裡面 我剛剛我們在聊天過程中 大家有沒有聽到一些特別的聲音 很可愛的聲音 小朋友的聲音 是 這就是特別的地方 我們站在大觀異學裡面 但是大觀異學兩邊 竟然是幼兒園 是 為什麼是幼兒園 其實他當初應該是說 本來他有異學 日本人進來的時候 日本人把它就再擴大 變成在1899年的時候 他把它做成方橋的工學校 那工學校那時候是給台灣人念的 然後呢到1908年的時候 已經這些人越來越多了 裝不下了 所以就會到我們現在 板橋國小那個位置 他在那個地方再擴大 不過這樣也是啦 你現在還是繼續維持這個 幼兒園的狀態 小朋友在這邊讀書 就是一個傳承 把過去的這個藝學的精神 繼續傳承下去 讓這些小朋友 從小在這個很棒的環境 接受教育 其實現在幼兒園的經營 也是林本源家族 繼續 對 這些幼兒園的事情 也是林家的家族在處理 也沒斷啊 就是一直一樣的事情繼續做下去 對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搬到板橋國小那邊去的時候 那這邊就停了一陣子嘛 那後來就是繼續再有大觀幼兒園 一個特別之處 大觀宿舍兩側的磚牆 在建築上我們稱之它為山牆 而在山牆上面有一個 摸字型的磚片 叫做鳥踏 聽起來很像是特別建給鳥來休息或玩耍的 但其實真正的功能是來收集雨水 然後也有裝飾山牆的功用 再來要介紹這個叫做池頭 什麼是池頭咧 池頭位於山牆的轉角處 大觀宿舍的池頭啊 在上面的部分裝飾了兩隻的石獅子 那這石獅子它除了可以讓 本來單調的紅磚牆 變得顏色更豐富以外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避邪的作用喔 我們現在站這個地方後面有一個好大的碑 方橋建學碑 智學碑 對 它比較特別的是說 這個碑是我們目前碑節類的古蹟 碑節類 那我們的碑是方的叫做碑 人的叫做節 它比較特殊的是說 它這個方橋建學碑這幾個字 是以前第五任的總督 左左兼左馬太 集的字 而且是用楊科 然後呢它裡面的內文 是當時的民政長官大討九百次 來寫的這個文 寫文了以後還要寫字啊 它只是文而已啊 要寫字 那這個字的話呢就是 當時日本寫書法很漂亮的 日下部動作來寫的 然後呢 寫完了還要刻嘛 所以還是寫當時的民樁科家 叫做廣群鶴來刻 厲害吧 而且是有陽科有暈科 對 而且關鍵嘛 建學碑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代表他 從義學那邊簽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聽到下課的通聲 我們真的在學校裡面 有嗎 有 現在所以他簽來這邊的時候 他就變成板橋國小 因為當初是叫做方橋公學校嘛 那在過去那個地方 這邊公學校是台灣人唸的 在過去那邊有板中 板中那邊就是以前的小學校 公學校跟小學校 對 小學校是日本人唸的 然後我們建學碑裡面的內容 就是在講說 這個地 我們現在政府出錢的方式是說 政府那邊是百分之九十 民間百分之十 可是當時日本人的時候 是鄰家出百分之九十 日本人出百分之十 喔 哇 那真的是 完全為了地方建設 地方公益 跟地方的發展 就那個這麼大地的土地出來 就是因為這麼好 所以把它立背 是該立啊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街雲寺 那你有沒有看到後面人非常多 因為今天正逢初一 是大家來這邊拜拜的大日子啊 其實街雲寺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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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那他這邊是漳州人 那他是面對著萬華的這邊泉州人 有一天就不知不覺的就燒起來了 可是在燒起來的中間 這個觀世音菩薩剛好在這邊 所以我們板橋的地方的師生就說 那我們就把他在這邊 請他就住在這裡 就住在這裡 所以城街中和的池雲岩 所以街雲 所以叫做街雲寺 有典故而且聽起來也很漂亮 有 那我們觀世音菩薩 我們平常都會講觀世音菩薩 可是我們本地人我們都會 只有講說觀音馬廟 那因為有的人就會講說 只有講觀音不講士 因為以前李世民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那個士 不能跟他一樣的名字 所以叫做觀音這樣 街雲寺他本來不是在這裡 他是在前面 就是我們的府中路底 以前叫做中職街 就叫做中職的地方 那因為林家要蓋那個武洛 他為了這個武洛的建築的空間起見 就情商要移到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 當初也是我們板橋這邊的師生 胡佳他們的 那他們也很好說話 就捐出來 然後他們自己就搬到 南興里那個地方去 現在的夜市那邊來 可是他們有一個但書 就是說因為他們是聽州人 所以呢他希望把他們聽州 帶來的他們的守護神 定光古佛 就在這邊公聖 留在原位 對 定光古佛是五代末送出的高僧 俗名鄭志炎 閩南泉州府同安人 十一歲出家 十七歲得到 其一生有許多神廟事蹟 如以法術除礁浮湖等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丁州弘法 故元吉後 成為丁州的重要鄉土神明 我們這個建築 有年說 簡年真的很棒 但是它很精彩的 就是它的門神 因為我們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呢中間的門神 是用亨哈二將 亨哈二將 然後旁邊的就是風調雨順 四大天王 對然後另外邊間的 就是有秦書寶玉石宮 還有神書玉立 其實它的木雕齁 我們剛才在大觀世看到那個 桌瓜啦 奇瓜 它現在是用仙人 而且是也有長翅膀 很漂亮 它這跟人家比較不同的 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其實它沒什麼特別意義 它就是一個設計 就是建築 有一個設計 對 但也是只有這邊才有 對 還有比較精彩的是 它的石雕裡面 是有兩派人馬 來對場做的 然後前台灣No.1的木雕師傅 陳韻斌大師 他有做一個著景 他是用木頭用卡榫的方式 把它頂起來 以照平常的著景技術的話 這邊就是比較精彩 其實我們進到寺廟的時候 我們大家常常就是 很專注在拜拜 對 其實會忘記一些 旁邊的雕刻啊 柱子啊 對 甚至天花板上 你會忘記 而且很難得喔 真的真的很難得 很難得 很難得很難得 因為陳昀斌他做的 這個早景 他沒有做幾座 早景又稱天景 旗景 方景 斗巴 龍景等 是中國古建築中 一種裝飾性的木結構頂棚 那除了早景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也是很特別一定要介紹的 有 我們有一個柱子是出石台 出石台 出石台 也是一般廟裡面 比較少看到的 它那個出石台 就是有一個故事啦 就是鬼母的故事 就是說 那個鬼母喔 他都會抓小孩子 回來吃掉 哇 哇小孩子都不見了 可是 觀世音普莎說 好你抓你的小孩 我就抓你的小孩 結果他就緊張了啊 找不到孩子啦 然後他就說 那怎麼辦 那觀世音普莎跟他講說 這樣好不好 你不要去抓人家小孩 我給你共識 一石畫白米粒 所以我們看到出石台上面 就是有米粒 一顆一顆的米粒 我們如果沒有聽到這些故事的話 你來這邊 你真的也只是拜拜 你不知道其實 有這麼多好玩的傳說也好 對 對 值得看的 值得看的 對 出石台 又稱公石台 出生台 民間俗稱石佛柱 源自佛教施石的典故 後來廣傳於亞洲各佛教寺院 在大殿外施設一石柱 或一平台 或一石盆等 供放食物 水 香 施石鬼神 旁邊就還有一個大眾廟 那大眾廟 為什麼會有大眾廟 其實也跟我們的張全瀉鬥也有關係 林家有為張全瀉鬥而奮鬥的 他們林家的大師蓋一間廟 叫做敵義堂 那那個是他們林家的醬友 是都在那邊祭祀 可是除了林家的以外 我們張全瀉鬥在這個地方上一定還有 對不對 所以就把這些 就一起就放在大眾廟裡面 所以大眾廟它的主成就是文武將訓這樣而已 然後這個大眾廟 它左右兩邊 是我們的蠻賭粗框 它的雕刻是出來的 浮出來的 浮出來的 在我身後這個門也是很多寺廟門口會有的門呢 它叫做山門 為什麼叫山門 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源自於三五之禍 也就是北魏太武帝 北周武帝唐武宗 他們三位都曾實施過滅佛 為什麼要滅佛 因為這個和尚需要剔度 他們認為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所以不應該 再來 佛教是從印度傳見的宗教 並非中國的本土信仰 所以 非我族類齊心必義 該殺 那這些和尚們 他們因為聽到了皇上要殺自己 所以紛紛逃往山上去避難 一陣時間過後風頭閉了 他們開始在山腰或者是山腳下設立一個門 就是山門 讓香客知道 我們這個山上有寺廟 你們可以進來供奉 第二種說法是因為 很多的這個寺廟都建於山林之間 所以稱之為山門 第三種說法 這就比較深奧一點 他們認為這個山門正確名稱應該是 三門 這個三指的是 信心門 智慧門 慈悲門 或者是 智慧 慈悲 方便三解脫之門 又或者是 攀稱痴三凡解脫境界之門 還有一種說法 是 聲文 圓絕菩薩三聖通之門 這樣 有了解嗎 來到監雲寺和大眾廟拜拜 除了消災祈福之外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緬懷過去祖先 和仙人他們在這邊的努力 他們流血流汗的辛勞 另一方面呢 也是要慶幸啦 現在不同籍貫的人 不同族群的人們 他們不再紛爭不再瀉鬥了 不管是客家人 閩南人 漳州人 泉州人 現在都在同一個土地上 同一個家園 一起為了未來打拼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效法一下 學習一下林家他們的精神 有一句話說 富不過三代 但是林家他們都已經這麼多代了 還是經營得非常的好 除了他們經營友方以外 我相信 你這個幫助別人所積的福報福田 一定會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如果都秉持著這個精神 去幫助彼此 不要有紛爭 不要有那種利益的糾葛的話 這個社會一定會更齊心協力 然後未來一定會更好的 令人發生 睡眠 好 寄寧 醉 冷槌 女生 也不大 寄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